大家好,我是小薇。 近期,Meet Journey关闭了免费账号的注册。 而且,由于显卡要求过高和繁琐的安装过程, 很多同学也无法正常使用Stable Diffusion绘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为大家推荐三个在线文本转图像工具。 1.Kalin Matte Kalin Matte提供了多种基于AI技术的Prompt生成方式, 可以帮助用户用最简单的方法绘制图像。 功能1.Enricher Enricher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完成Prompt的书写。 你只需输入一个单词,系统就会帮你构思, 并生成一段Prompt提示词。 功能2.Word Power 该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强化Prompt中主要词汇的权重。 假如你想绘制一幅关于猫、宇航员和宇宙的图像, 开启该功能就可以调整每个单词在图像中的权重。 功能3.Prompt Expansion 该功能可以帮助你添加不同的艺术形式、灯光效果、摄影风格。 有了Prompt Expansion, 你只需选择喜欢的设计风格, 即可轻松创作出高质量作品。 此外,你可以在个人页面找到自己的作品, 并可以一键分享到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从ColinMate生成的作品可以看出,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进入colinmate.com,点击Start Creating。 使用自己的邮箱或者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点击同一条款,就可以进入后台页面。 和大部分AI绘图网站一样, 你可以在对话框中输入任意Prompt命令。 右上角为系统赠送的20点适用额度。 每绘制一张图像,需耗费0.5个点数。 点击对话框,从Categories中选择任意的分类和对应的风格, 系统就会生成一段Prompt。 点击Imagine,即可获得一张图像。 此外,我们还可以手动输入命令, 例如CuteCat。 选择右侧Enrich,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组命令。 点击Imagine,等待几秒钟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小猫的图像。 图像的默认比例为512×512。 你可以把图像保存到本地, 或者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 如果你想改变图像尺寸, 也可以点击左上角设置按钮。 分别调整图像的比例、画质,以及Prompt权重值。 该操作会消耗一定的点数。 增加了Prompt权重和质量后, 生成的图像变得更加清晰, 且更加接近文字描述。 总之,KellinMate是一个有趣的AI绘图平台, 如果你喜欢道义模型, 就可以体验该网站。 2. WePick WePick是知名图库平台 FreePick旗下的文生图工具。 使用自己的Google账号登录, 即可免费使用。 WePick提供了四种绘画风格, 分别是照片、数码艺术、 3D和油画风格。 输入一段命令, 选择Photo, 也就是照片风格, 系统就会生成四张图像。 保持提示词不变, 切换到Digital Art模式, 就会生成数码艺术风格的图像。 同样,选择3D模式, 还可以获得立体效果的作品。 如果你创作了一张喜欢的图像, 也可以点击下方Download选项, 把图像保存到本地。 或者点击Edit按钮, 在图像的基础上进行编辑。 进入到编辑页面, 我们可以添加各种滤镜, 并完成背景移除、 裁剪操作。 除了文生图工具, WePick还提供了 AI Presentation Maker等免费工具。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尝试。 3. Stable Diffusion XL 为了应对Me Journey V5, Stability在其合作伙伴NetCafe上发布了 Stable Diffusion XL Beta模型。 访问NetCafe Studio, 并使用自己的Google账号登录。 进入操作页面, 在Model一栏, 选择SD XL模型。 在Your Text Prompt一栏, 输入提示词, 右侧就会生成对应的图像。 此外, 我们还可以调整生成图像的数量, 最多为一组4张, 需耗费3点额度。 你还可以在社区浏览优秀的作品, 并参考图像的Prompt和参数的设置。 除了SD XL模型, 你还可以选择更多类型的模型, 绘制喜欢的图像。 不过, NetCafe不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你喜欢该网站, 则需要经常性地登录, 或者完成一些小任务, 从而获得点数奖励。 今天提到的三个网站, 我会把地址放在下方, 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